诶 按错了 按错了 赵恩 我就先领到了我的毕业特殊 睽違七年 就是五专家二纪 我终于毕业了 超感动 我今天要挑战一件事情 就是 现在到北上旁边的 今天早餐店 GO 我现在去吃早餐好期待喔 好像人家说 他们的铁板面真的很厉害 就是人家上假 然后他就特别专程 在学校附近吃的早餐去 特别不厉害 很好奇 第一间清早早餐店 因为它很随意 好看超纯 谢谢 不会不会 上菜了 这个很香耶 你看很多东西超级功夫 就要随意套餐 然后我今天的随意有 洋葱圈 薯饼 小热狗 菇菜抓饼 是萝卜糕 蛋饼 很强耶 这样一份才60块 下面还有好扯喔 还有鸡排 泰式吐司 先搅火腿 好 我先来搅一口 泰式吐司 它是泰式吐司 是软嫩的 不到非常的烂 欸我喜欢这个 蛮香的 很脆 它有点焦香 焦香 卡汁卡汁 这个好吃 蘿蔔糕 好吃 好吃 它那个果果糕 没有这样子下起来 所以就是神一般的果糕 蛋饼 嗯 它饼皮算嫩嫩的 就是这样 我这样咬了好几口 然后还这么多耶 先搅 嗯 鲜肉口味 哇 有它是这个皮超级脆 它这边的皮夹是脆脆的 但是这边的皮下面是 比较软的 鲜肉里面的肉 其实不会说太鲜 然后有包一点 鲜胡椒 还不错 就是一个 满满奶奶奶 鲜肉汁 鸡排鲜 觉得有一点点软掉了 不过 可能是因为 来的时间的关系吧 已经接近中了 它可能 有点早先弄起来 毕竟刚刚是一大盘欸 它还有杯奶茶 茶香味很够 茶香味很够 我听说 这个是 还不错的借料 全身如果要吃饱的话 我觉得 不是可以吃饱 整盘整体来说 我就觉得五颜六色 繽纷的感觉 会让你想要就是 多吃几口 嗯 看喔 高丽菜盒粉 它看起来很像蛋饼 但它其实是盒粉 今天就是我朋友超级快 他们都说他们早餐一定要吃黑糖 今天我就来吃吃看他们口中的必吃早餐点 鸡高丽菜盒粉 盒粉应该吃起来会QQ的吧 应该是像本姜蛋的一样的吗 先吃一口原味好了 它很多药 我有点加不下 是不是有加一点起司 好赞喔 我还没有吃到饼皮 但是它那个高丽菜丝跟起司就是 搅在一起 然后还有加一点点的美奶汁 这个口味蛮濃的 但不太腻口 我觉得还不错 我会喜欢 反条包的高丽菜加美奶汁 然后再加米奶汁 好吃 嗯 这个OK 这样子只要勾三个就可以解决了 难怪我朋友超纯 他们都是一个吃 超级的 第三家 其实只要五盐 好 我们点了这个是巧 这里只吃 它这个抹剪看一下 好多 这一个你去自己吃 吃就好了 刚吃了很多甜的 这个是甜的 很好吃 这个巧克力的口味 就比较不同一点点 就是一般的也是高纵的 好吃 耶 剩下四煎 我把它带回来这边吃 这一个是 好市花生 这个是 爱搭蛋 华国大早餐 早安早餐点 好 先来吃这个 成功男人必吃的 这个 华国大早餐 它是 18号肉燥面 然后加蒜辣 听说一定要加这个蒜辣 而且是 人家假日 还会特别来学校 吃这个面 就是这个 鸡块加肉燥 加蛋 然后加蒜辣 这个蒜辣 听说是必加 而且你还不能自己动手 一定要阿姨帮你来 先来吃一口它的 经典肉燥面 这个蛋先在旁边 很香耶 它的面可能是因为我带回来的关系 所以都有一点断掉 断掉 然后它这个宽宽的面 加了一点韭菜 可以 我觉得可以 这个可以 再加一点点它的蒜辣 哇 嗯 真的是 很辣 而且它一点点 就非常非常的辣 它这个肉燥就是传统的感觉 然后加上这个酱油 拌上这个蒜辣蒜辣 好吃 有够重口味 可是如果是我的话 我早餐吃这么重点 我觉得我应该是 比较不会接受这么重点 喝口湯奶茶 解个辣 这奶茶 好喝 跟刚刚的那个青岛 早餐店的奶茶 比较不一样 它的茶味又更浓一点 也是一样跟青岛 早餐店一样 不会水水 这个面我觉得挺不错 它如果不加蒜辣的话 就是 不会那么过咸的一个肉燥面 然后加蒜辣 就是重口味朋友一定会爱的 第五间 早餐早餐的三杯鸡面 这家老板娘很可爱 因为我每次走路的时候 都会不知道该看哪里 然后我有时候就会看看 早餐店的人们 然后人们呢 特别是早餐店的老板娘 她就会对我 然后笑一下 啊妹妹早安 这样子 所以我都很有影响 重点就是三杯鸡面 非常非常 非常的香 一放入口之后啊 它的那个九层塔的味道 就散出来了 好棒 我喜欢 水肉 它的鸡丁是外面有果味成粉 所以它的那个肉 比较比较比较小 快一点点 但是味道还是很够的感觉 它是有先淹过 这家的味道比较跟 华国的不太一样 华国的比较重咸 这个呢 它就是清淡的 但是酱油味道很重 然后九层塔的味道也很重 不过它的小鸡丁呢 就是有点过小 但是一喵喵而已 但味道来说 是够味 但是不会过咸 这很适合当中餐欸 可能早上吃华国 然后中午吃 呃 早上吃完华国 应该就不会常吃中餐了 应该是早餐吃个什么巧克力吐司 中午吃这个 就会觉得 哇今天真的超美好的 讚讚 然后我觉得不错 这家我OK 再来这一家 看起来非常的文青 是这个 好市花生 其实它就是发生啊 不是花生 但是我点的是 中秋肉蛋吐司加花生酱 我超期待这个花生酱 因为我很想吃那个 牛肉汉堡加花生酱 是那种鲜甜鲜甜的花生酱 我很期待它 是鲜甜鲜甜的花生酱 因为我吃了好多间 都不太像我想要的口味 所以我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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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待它 是我心中的味道 呃 它不是炭烤吐司 还是它已经软掉了 有可能它是应该软掉 你看它是这样子 没有酥酥的感觉 是这样 嗯 这个触感啊 就像婴儿的屁股一样 Q弹软嫩而已 只是酥酥的 可恶 它里面呢 就是长这样 一块肉 然后一个蛋 然后上面这个地方 有很多花生酱 我很期待喔 然后下面呢 就是一点点的美奶汁 我要咬咯 一口咬下去 好像 没有那么满意 因为它的 面包是软的 没有酥酥的感觉 Round 2 嗯 可能是我给它过高的期待 所以 它的肉偏柴 然后花生酱的味道也没有非常的浓厚 也不太算咸甜咸甜的那种 但是本身吐司上呢 它就已经软掉 所以 算一个 我觉得 可以 应该有更好的选择 在 肉蛋吐司 最后一间 爱导蛋 这间的蛋饼 听说是 脆皮的 然后我点了老板所说的 招牌口味 高丽菜蛋饼 他说 这个是我们的招牌 你可以试试看 如果是第一次吃的话 很推荐这个 老板 我听信你的话哦 然后它这个是 红茶吗 我点的应该是绿茶 但它叫我红茶 没关系 OK的 这样一份套餐我记得是65块 应该算在 那一条街 差不多的平均价 反正刚刚那个肉蛋吐司 稍微贵 也有可能是我家的花生酱 加 加 所以比较贵 不过那个花生酱表现没有很好 我觉得有点失望 啊 真的超红茶 诶 诶 这是脆皮的诶 算蛮厚的 然后跟刚刚一开始吃的那个 黑糖吗 对对对对 黑糖 高丽菜和粉其实有一点像 但是高丽菜和粉的皮是Q的 这个听说是脆的 不过我用肉眼观察它 它应该只有表面是脆的 然后中间呢 应该不是那么的脆 不过它这个起司看起来很厉害 高丽菜加起司 我刚刚在那个黑糖 已经体验过它的美好 这是第二次的享受 我来试试看啰 所以它的菜味比较浓 然后对比刚刚黑糖那一间 它的起司味道更浓郁一些些 然后高丽菜味更浓 不过刚刚的黑糖 就是高丽菜属于软爛那一型的 我比较爱那一型 然后它里面有高丽菜 然后还有红萝卜跟一些起司 然后饼皮的话 我觉得它没有说非常的脆皮啊 它吃起来也不像软掉的那种脆皮啊 是到底是谁跟我说它是脆皮的 还是我自己忘记它不是脆皮的 它这个调味我觉得是很蔬菜感 很清淡很清淡那种感觉 需要来一点酱油膏 我觉得会更适合 不过里面 可惜没有酱油膏 厚实 但是它的菜味有点偏浓 我决定再给它一次机会 嗯 我觉得它比较没有那么多层次啊 但是如果是一份早餐要吃饱的话 这个笨量应该是可以吃的吧 但是如果要以口感跟口味来说 我觉得它应该不会是我的选项 好了我今天都吃完酒煎吗 嗯吃完八 吃完到底几家 吃完很多煎早餐店之后 终于是体验成功啦 我以为我会吃的很不习惯 可能会觉得太咸啊什么的 但我觉得好像还好欸 就是没有我想象中的这么的油腻 然后我要来心中大排名一下 我心中的是第三名 应该是华果吧 肉燥面然后加上蒜辣那个 那个我觉得口味蛮特殊 因为我其实平常不太会吃这么重型的口味 然后面的味道 不加蒜辣的话 我会喜欢的 然后加了蒜辣是那种 Oh special 然后 新 很新潮的感觉 接下来第二名的话 我觉得会是 早安的三杯鸡面 那个三杯鸡真的有在香欸 就是 它的调味 不会很鲜 然后它的酱油也香香的 酒生塔香气味 觉得嗯 非常的好 但是它的小缺点呢 就是它的鸡块也太小 粉有点太厚啦 怎么可以比我脸上的粉还要厚呢 嗯 然后再来 第一名 肯定是黑糖 难怪我朋友都会推荐黑糖 因为真的好吃啊 它的那个高丽菜和粉 好吃 这高丽菜 这切丝 会让你觉得咬起来 不会很有负担 然后浓郁的起司 真的是 它的经典 真的非常的好吃 然后 它的饼皮呢 就是QQ的 有点像在吃 龟仔条的感觉 然后 我很喜欢 一点点的酥脆感 嗯 是我 如果真的会想吃 早餐店的时候 我真的会 专程去买的那种 嗯 以上三个早餐店的品项 我都觉得是OK的 推荐给大家吃的 那如果你想跟我分享 你都喜欢吃什么口味的早餐的话 欢迎你 现在暂停 然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谢谢你来看我今天的影片 哦 我毕业啦